请我们打开彼得前书第一章 我们从第八节读到第十二节 彼得前书第一章 我们从第八节读到第十二节 请你用你喜欢的语言来读 但是请你大声一点的读 我们同声的一起读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 却是爱他 如今虽不得看见 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食乐 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 就是灵魂的救恩 论到这救恩 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 早已仔细地寻求考察 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 基督的灵欲先证明基督受苦难 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 并怎样的时候 他们得了启示 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 不是为自己 乃是为你们 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 传福音给你们的人 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 天使也愿意 尝续查看这些事 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 Bow our heads and pray 爱我们的天父 Father who loves us 我们满心地感谢赞美你 We thank you and praise you with all our heart 我们可以跟你的儿女们 一同坐在饼杯的面前 We can be seated before the bread and cup 把我们心中的感谢 口中的赞美都归给你 and give unto you all the praise of our mouths and the thanks of our hearts 这是何等大的福气 such a great blessing this is 我们谢谢你借着饼杯 常常对我们的心说话 We thank you for often speaking to us through the bread and cup 让我们想起我们亲爱的主 so that we can think of our beloved Lord 并且让我们能够想起将来的荣耀 and so that we can think of the glory of the future 我们要千感谢万感谢 for we have praises upon praises for you 我们更等候你 we await you 等候你的圣灵透过圣经 来对你的圣民说话 we await for your Holy Spirit to speak through the Bible to your saints 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 we pray in the precious name of Jesus Christ 阿们 曾经有一段时间 在美国的电视的连续剧里面 特别是prime time 就是最黄金时段的电视剧 非常流行来演一些天使的故事 there were a lot of stories of angels 当然那个年代 你们中间可能有的人还没出生了 of course some of you might not even have been born back then 那个时候流行得不得了 and it was very popular media 很多人都很喜欢看 a lot of people like to watch these shows 连我都喜欢看 and I did as well 那个时候啊 你看那些每一个连续剧 它都是讲到一个人碰到 好大好大的难处 走投无路 非常的迷茫 然后神就打发了一个天使 用不同人的身份 有的时候是指点迷津 有的时候是真的救他的命 有的时候是给他一些必要的帮助 或者安慰 总而言之 你常常看这样的电视剧 你绝对有一个感觉 天使真的好有智慧 他也很有能力 也很有爱心 我们也常常希望在我们的周围 有天使出现 可是我们今天刚才读的这段圣经 它就很有意思了 它有意思在哪里呢 因为他在这里说到天路克所经历的事情 自然连天使也搞不明白 天使都要回过头来 好好地仔细研究一下 所以这段圣经啊 其实对我们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猜你们都记得 这段圣经是以前打鱼的彼得 后来变成了传道人 他写信给今天在土耳其那一代的基督徒 预备他们面对生活上 信仰上许许多多的艰难和逼迫 在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的里面 他就告诉信耶稣的信徒们 你们要知道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你们是天父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的 你们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留了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 而且你们是因着圣灵的工作 才能够成为神的孩子 你们的出生不简单啊 你们是真的非常高贵的出生啊 而不但如此 他从第三节到第七节的里面 他告诉他们 你们这些在往回家天路的路上的人 你们有何等荣耀的盼望 你们还记得我们以前读第一章的时候 我们说彼得前书被称为是一卷盼望的书信 因为整卷的彼得前书都是在讲信主的人有一个活的盼望 这一个盼望有一天让我们可以得着不能朽坏 不能玷污 不能衰残 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产业 那个实在是让人兴奋的事情 当然活在痛苦压力逼迫下面的人 还要每天面对着 神为我们量身定制的苦难 试炼 神不是喜欢折磨我们 这一些量身定制的试炼 是为着预备我们可以丰丰富富的进神的活 那从第八节开始 彼得就告诉我们 所有这些美好活泼的盼望 都是根据 神为我们所预备 那个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那这一个救恩在每一个信徒的身上 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非常神奇的经历 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神奇的经历 会带来很多神奇的经历 所以第八节和第九节 彼得就是在讲天路客救恩的经历 十节到第十二节 他就讲到天路客这个救恩的奥秘 无论是经历还是奥秘 都让众先知搞不明白 也让天使非常震惊 而且一直有兴趣要更多的了解 你如果看第八节 你注意到 他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 接着他又说 如今虽不得看见 这两个地方 在原文的里面 他用的实态 都是强调 不只是过去没有看见 现在也没有看见 你们过去没有看见过耶稣 就是到今天 你还是没看见他 正是因为看不见 才给了我们信心和盼望 有机会可以受操练 过去 现在看不见耶稣 但是我们很有把握地知道一件事 有一天耶稣基督会显现 当他显现的时候 信心就成为了眼见 盼望就成为了实际 我们都有机会 亲眼看见这一位 爱我们也是我们所爱的主 这一段的圣经 不只是让我们明白 基督显现的时候 有称赞 有荣耀 与尊贵 更重要的是 我们可以有看见主的喜乐 但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不是只有在未来 在主回来之前 虽然我们还会有很多的困难 但是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可以经历的福气 第一个福气是什么呢 就是没有看见过耶稣 没有看见过耶稣 却可以爱他 你要注意哦 彼得在这里没有说 你们虽然没有看见过耶稣 但是你们应该要爱他哦 不是 他是说 你们虽然没有看见耶稣 你们现在居然就会爱耶稣 我们都知道彼得 他是有特权的人 他在肉身 不只是见过耶稣 他跟过耶稣 他有第一手的经验 知道就是看过耶稣的人 要爱耶稣都不容易 不然他怎么会三次都不认主呢 不然到了最后 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时候 主为什么 三次要问他 你爱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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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读那段圣经 常常讲的很多属灵的大道理 但其实彼得自己里面 有很多的挣扎 他知道要爱主不容易啊 他惊讶的是 这些人没看过耶稣 怎么历史历代 这些没有看过耶稣的人 也会爱耶稣呢 这个不是恩典是什么 而且如果一个人 没有看过耶稣 就可以爱耶稣 那就说明了 这种神圣的爱 不一定是跟你对一个人的相处 有什么特别的亲密 也不一定是你有多少的了解 是一个奇妙的恩典 你就会爱他 没有信耶稣的时候 你听那些诗歌 爱耶稣 耶稣爱我 我不知道你什么感觉 我那个时候浑身的 都起鸡皮疙瘩 真肉麻 但等我信了耶稣以后 那奇怪了 那个诗歌一唱 就好像从我心里面 唱出来的 虽然我真的很不懂 刚刚才信主 怎么会就会唱得出来 那是很奇怪的事 我还记得我刚刚信主 有一条歌 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多少人唱过 就摸到了 胜过做君王 胜过世上一切的财宝 我宁愿有耶稣 哎呀我那个时候跟你们一样啊 都是很小年轻啊 可能比你们中间有些人还年轻 但是我唱的时候 我是真心的唱 弟兄姐妹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那是神迹 那是恩典 怎么可能一个自我为中心 自私骄傲败坏的罪人 居然会爱耶稣 哦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一件事 一个人可以尽心的去 尽心尽意的去爱一个人 是多大的祝福 你们都听过 没有真正爱过的人 根本就没有真正活过 但是 一直可以爱下去一个人 那要多大的福气啊 多少夫妻结婚的时候很爱的呀 怎么搞得结婚日子没有多久 就这么难爱啊 那我们中间有些弟兄还不敢说阿门 多少父母有一天发觉 要爱自己的孩子好难啊 那当然了 这个要teenager 问他们要好好爱他们的父母 那对他们来讲难上难啊 所以如果你有恩典 神给你这个恩典 让你可以爱一个人 你要感谢神啊 太难了 但是我告诉你啊 爱一个人跟爱耶稣啊 那就没得比了 一个人可以随着年岁的增长 越来越爱耶稣 你知道那是多大的一个神迹吗 那是多大的恩典吗 我认识很多很多基督徒啊 那在我认识的基督徒中间 有不少人其实啊 活得很痛苦的呀 一个人要痛苦 他可能有的理由 是千千万万种 这个事情让我不开心 那个事情让我很痛苦 但是在我看啊 一个人不开心的理由只有一个 就是你太爱你自己了 一个人太爱自己 别人有一点点的地方不合你意 你就是不爽 而且你就会把那个事情放大 一千倍 一万倍 我们对人不满意 我们对环境不满意 说白了 就是对主耶稣不满意 主耶稣你怎么不管呢 怎么我老婆是这个样子啊 为什么我老公是这样子啊 为什么我爸妈是这样子啊 为什么我的孩子是这样啊 主耶稣告诉我们 如果一个人啊 到他那里去 爱他 不胜过爱自己的父母 妻子 儿女 兄弟 姐妹 和自己的性命 就不配做主的门徒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所有他刚才讲到的这些东西 包括你的信 都不能够跟你对主的爱相提并论 当我们里面真的如此地看重主的爱 你会很惊讶地发现 所有让你不爽的事 都变成小事 因为你相信 他知道他在做什么 你有什么不爽呢 要爱主 就要放下自己 你一直把你的想要 你的标准 你的盼望 你希望神用什么方法来带领 你和你周围的人 你不会爱主 你最多只想利用主 当你愿意什么都放下 你有可能可以爱主 但是还不止如此 怎么会有人爱主呢 当然是因为主先爱了我们 如果没有他先爱我们 我们谁会爱他呢 看又看不到 摸又摸不到 有事情找他帮忙 有时候就是不答应 你怎么会爱他呢 但是奇怪啊 你就会发现 当你跟随主 你放下你自己的时候 主的爱就可以改变你 这是什么样的恩典 这是什么样的祝福 他怎么做的呢 保罗告诉我们 是圣灵把神的爱 浇灌在我们里面 弟兄姐妹 你自己啊 跟自己讲一千遍 好好爱主 我一定要爱主 我绝对好好爱主 试试看 就是爱不出来 就是爱不下去 等你放下自己 圣灵在里面工作 奇怪啊 不知道为什么一条诗歌 就可以让你流眼泪 就是看到一个 我这几天看云啊 都看呆了 怎么每一分钟都在变 怎么这么漂亮 我就想到 这一位主 有多美丽啊 里面那个爱他的心 就忍不住啊 哪里来的 圣灵把神的爱 浇灌在我们里面 你怎么知道你爱不爱神 你去参加有一类的聚会 他们就是很会 搞人的那个情绪 你知道吗 特别是有一些孩子 你们将来要去念大学 你会发现有一些 有一些的聚会 它真的是会让你 非常的情绪高昂啊 但是那个恐怕 不是真的爱 你怎么知道你爱神呢 不只是你有感觉 很多的时候 有感觉是不爱神的 真的爱神 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 主耶稣不止一次地 告诉他的门徒 你们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命 你怎么知道你爱他呢 你就会觉得他讲的话是对的 你就是愿意听他说的话 你知道我刚刚结婚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我非常爱我的妻子 我真的觉得我很爱她很爱她的 但是坦白告诉你 那个时候是情欲的爱 不是神圣的爱 我怎么现在这么清楚呢 因为那个时候他说什么 我都不太赞成 那我现在怎么知道我是神圣的爱她呢 他说什么我就是很希望 照她说的去做 你对人是如此 你对神更是如此 你不要一边在那边拼命犯罪 然后那边一边拼命 主耶稣我爱你啊 爱你啊 你在骗人 你不是骗神啊 你是骗人 那个人是谁你知道吗 你自己 当一个人真的爱神的时候 老约翰跟我们说 我们若爱神又遵他的诫命 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 你说你爱神 你爱神的话 但是你不爱神的百姓 你不爱神的儿女 有问题 回家的路上 圣灵会透过圣经 不断地让我们更多认识耶稣 当你真的认识基督的美丽 要你不爱祂是很困难的 每一个信主的人 都有这个经历 在我们见主面之前 神要带我们在爱的经历上 越来越深 这是一个神迹 这是一个恩典 不是你可以赚来的 不是你可以努力来的 但是是可以求来的 第二种经历 不得见祂 却可以信祂 这个很难啊 彼得知道天路客在肉身 是没有办法看见耶稣的 但是他很清楚地知道 历世历代 属于神的儿女 都有耶稣在约翰福音 告诉多玛的福气 记得耶稣告诉多玛一个什么福气吗 你应看见了我才信 你应看见了我才信 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每一个神的儿女 我们不是因看见而活 我们是因信而活 这是天地之别 圣经里面有一节的经文 是对信心的解释很经典的 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 很多人都会背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很多人虽然会背 就常常忽略了这里面 那个重要的真理 看不见的才叫信心 你什么都是因为看见了 才说你相信 那就没有信心 那堕落的罪人就喜欢 难看见 哎呀我不知道在多少教会 听过弟兄姐妹做见证 还有一些人什么要去念神学 要做传道啊 也来做见证 他们见证 他们拼命地祷告 禁食祷告 为什么祷告呢 求神给他们一个印证 给他们一个印象 让他们能够有一个看见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一个人如果觉得他有什么印证 有什么印象 或者是什么显现 让我告诉你 那不一定是真的 我不说这些人说谎 I'm not saying they're lying 是他们不懂 they might not understand 我们可以有的这些经历 可以是我们肉体自己想象出来的 these experiences that we may have can be created by our own flesh 也可能是魔鬼欺骗我们的 那不表示一定是从神来的 但是这种 不管是自我催眠也好 或者是真的也好 假的也好 这都说明了一件事情 我们不明白 耶稣清清楚楚地讲 祂喜欢的是没有看见的信心 你想要在属灵的路上有前途 你希望你的信心 是真的讨神喜悦的信心 你就记住 神不喜欢靠眼见 主喜欢我们在看不见的时候就信 我们信祂的话 我们信祂的自己 神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 是信心 那这里用的信 它的时态是进行式 是持续不断的 而且非常重要 这里的信 不只是相信 这里的信 是信靠 相信跟信靠 有什么差别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有一个很会骑独轮脚踏车的人 他在尼迦瓜拉布大瀑布上面 拉了一条钢索 他在那上面表演 骑独轮单车 多少人听说都挤到那里 人山人海啊 我问大家 你们相信不相信 我可以骑过去又骑回来 相信不相信 大部分的人说 相信啊 但是那个声音不是很大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真的很长啊 而且你要知道 上面风是很大的 骑独轮车 在那个钢索上 骑过去不简单的啊 他开始骑 我很厉害哦 骑过去 骑回来 所有的观众什么反应啊 拼命鼓掌啊 好棒啊 好厉害哦 然后他再说 我现在背上 背了一个大的 框框啊 我放300磅的石头在里面 你们相信不相信 我可以骑去再去回来 do you believe that I can ride across and back 有的人相信 有些人怀疑啊 300磅啊 很重的呀 至少比我重啊 他放完了 他放完了 光是背在身上就很难哦 去过去 再骑回来 这个时候大家的反应是什么 比刚才疯狂多了 对不对 这个太厉害了 太伟大了 这个人真的了不起啊 你们所有相信我可以背300磅东西过去的人中间 有没有哪一个人愿意过来坐在我的后面 听懂了吗 没有一个赶上来的 他们相信不相信 他们相信啊 但是他们信靠吗 他们敢把自己的命摆上去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生命中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 这是一个极大的神迹 就是居然有人 我们肯把自己的所事 所有一切都交在他的手上 这不是神迹是什么 亲爱的弟兄姐妹 信心不是忽视证据的迷信 而是不计代价的顺服 你知道吗 越是信靠耶稣的人 就越喜乐 就越平安 就越能够享受神在生命中给他一切的祝福 很多人 儿女放不上去 老婆放不上去 工作放不上去 你不肯放在耶稣的那个篮子里 那些重担在谁身上呢 在你身上 我们实在感谢神 何等的恩典 他把这样的信心赐给我们 让我们现在放一点 明天多放一点 越放越多 直到我们见他面 第三个大恩典 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一个人爱另外一个人 是因为那个人的琐事 吸引他 一个人信靠另外一个人 是因为他 对那个人会做什么事 有把握 彼得在这里说 一个人如果爱主 一个人信靠主 他的生命中会奔放出一种 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而且这个大喜乐 是说不出来的 你如果还记得第六节 他已经说过大喜乐一次了 但是有一点不同 这一次是更上一层楼 那一次的大喜乐 是说得出来的 这一次的大喜乐 是说不出来的 因为那一次的大喜乐 是讲到一个人 在百般的试炼中 而有的喜乐 那个是大喜乐 那是大喜乐 现在呢 现在他说的乃是一个人 一天比一天的信靠 一天比一天的爱慕主 这一种的喜乐 不只是带来荣耀的盼望 什么叫荣耀的盼望 亚哥书啊 它里面的祷告是这么说 愿他用口与我亲嘴 因他的爱情比酒更美 愿你吸引我 我们就快跑跟随你 这里在说什么 这里说到一个人 信靠主 爱慕主的时候 他跟主有一种 甜蜜的亲密关系 这种甜蜜的关系 是非常非常的吸引他 让他期待 有一天亲眼看见主的时候 那一种爱情所带来的甜美 那一种的爱情带来的荣耀 那一种的喜乐 比我们今天跟主亲近的喜乐一比 那不只是满了荣光 不只是大喜乐 那种的喜乐是说不出来的 因为已经超过了任何的言语可以表达 也许有人会怀疑 我现在过得很苦啊 我怎么可以有喜乐呢 可是圣经中的喜乐 它的秘诀 是当你在信心爱心里面 你专注在耶稣的身上 喜乐就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因为每一次的苦难 都是让我们更多认识耶稣的机会 亚伯拉罕献以撒是很痛苦的事 但是那个经历让他明白 什么叫耶和华以乐 三个希伯来的孩子 在火窑里面 他们才知道 什么叫做神与人亲近 保罗身上那一根刺要了他的命 却让他知道神的恩典够他用 有人告诉我们 说不出来的喜乐 是受苦基督徒的特权 因为你注意 彼得在第五节 总结了天上的丰富 说你们有大喜乐 当他总结了 试炼苦难以后 他说 说不出来的大喜乐 然后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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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他说 这些不表达的喜乐 最近 因为女儿的关系 我被抓去 要做一些锻炼 因为我女儿 我最近被抓去做一些锻炼 锻炼回来以后 有人说 我为什么走路很奇怪 他们不晓得 我坐下 我起来 都是极为艰难的事情 每一个教练都说一句话 All trainers will say this No pain, no gain No pain, no gain 没有痛 哪里会有进步 No pain, no gain 你注意到彼得用荣耀来形容喜乐 You'll find that Peter here describes joy as glory 那是什么意思 What does that mean? 意思就是有一些喜乐是荣耀的 That means that there is some joy that is glorious 有一些喜乐是羞辱的 And there are some joy that is ashamed 有些喜乐是很美丽的 There are joy that are beautiful 有些喜乐可能很丑啊 那什么东西决定这个喜乐 是好的还是坏的 是美的还是丑的 So what does determine whether this joy is good or bad or beautiful or ugly 那就根据是什么样的事情让我们喜乐 And that depends on what causes you to be joyful 我刚刚工作的时候 我有些同事 When I first started working I had some colleagues 他们在强大的工作压力结束以后 After experiencing great work pressure 他们在一起很喜欢讲一些下流的笑话 They like to tell some very dirty jokes 那说明什么 What does that prove? 不只是说明他们的心是下流的 And not only does it prove that their hearts are dirty 其实他们得到的喜乐也是下流的 Even the joy that they experience 今天很多人会因为暴力 因为欺骗而觉得很爽 A lot of people today will be pleased by violence By deception 让我告诉你 Let me tell you 那就说明你的心和你得到的喜乐 是差不多同样的格调 Then let me tell you that your heart and your life is similar to the joy that you receive 有一句洋人的古话 There is a saying 你的心爱慕什么 你就会向你所爱慕的 What you long for You will become like 如果我们的心 爱慕的是那一位荣耀的主 If we long for the glorious Lord 这一位荣耀的主给我们喜乐 这个喜乐当然就是宇宙中最荣耀的 因为这一种的喜乐 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带来改变 让我们荣上加荣 变成主的荣幸 最后一个宝贝 是我们灵魂可以得到救恩的盼望 第九节里面 你注意看 它里面讲到那个果效 救恩的果效 这个字在圣经中 其他的地方基本都翻成结局 或者是终点 或者是目标 在这里最好的翻译 应该是圆满终极的目标 the best translation of it would be a perfect accomplishment of a goal 英文版本用的是 consummation in English it's consummation 它的时态是得责 进行是receiving It is a receiving tense 一直一直一直 那什么叫做灵魂的救恩呢 灵魂这个词在圣经中 有三种不同的翻译 一个就是翻译成灵魂 那翻译说灵魂的时候 它表达的是 跟肉体相对应 When it's translated as soul It emphasizes the compatibility with the flesh It contradicts to body The contrast against the body 有的时候翻译说魂 它是相对于灵 As opposed to spirit 像铁撒努力家前书五章二三节那里 For example First Thessalonians chapter 5 verse 23 那是讲到人的心思感情意志 It speaks to people's thoughts emotions and desires 但是这个字 同时又第三种的翻译 就翻作人或者是生命 And the third context would be a person or life 就是整个这个人 或者是这个人的生命 The entire person or that person's life 没有圣经学者会认为这里讲的是 跟肉身相对应的灵魂得救 No biblical scholars would think That this soul refers to a contrast of a body 有一些属灵的前辈 Some spiritual elders 他们认为这个是第二种的解释 They think that this can be interpreted in the second sense 讲到魂的救恩 Speaking to the soul As opposed in contrast to the spirit 他们教导我们说 一个人信了主 They teach us that when a person believes in the Lord 你的灵就得救了 Your spirit is saved 你的魂要开始走十字架的道路 Your soul needs to go on the journey of the cross 经过十字架的对付 而慢慢地得救 等主耶稣回来的时候 And when Jesus returns 我们的身体改变 Our bodies are renewed 我们的身体得救 Our bodies are saved 当然像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那里 是有一些教导 Of course in 2 Corinthians chapter 4 There are such teachings 我们的魂是要经过十字架的对付 Our souls will be dealt with by the cross 这是毫无疑问的 That's without doubt 这样的教导也鼓励人 愿意走十字架的路 And this kind of teaching also helps people be willing to walk on the path of the cross 也无可厚非 And there is no doubt Or downside 但是如果我们看彼得怎么用这个字 But if we see how Peter uses this term 在彼得前书里面 当彼得把这个字跟得救 放在一起的时候 It was that when Peter puts it Alongside salvation 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 First Peter chapter 3 Verse 20 藉着水得救的不多 只有八个魂 Those who were saved Through water They were saved brought safely through water It was eight persons 这里很清楚地让我们看到 Here it very clearly tells us 在彼得的心里面 In Peter's heart 他用到魂这个字的得救 When he uses soul's salvation 他不是我们讲的那个魂的得救 He is not talking about the soul that we tend to talk about 他是讲到整个人的得救 He is talking about the whole person 因为如果我们 把灵的得救当作过去 魂的得救是现在 身体的得救是未来 If we were to deal with The spirits as the past The soul as the present And the body as the future 严格地讲 没有什么太多圣经的根据 Strictly speaking There is not that much Scriptural basis for it 我们的灵从得救开始 就苏醒过来 Our souls were awakened When we were saved 但是我们的灵 会一直会成长的 But our spirits will continue to grow 藉着与主更多的亲密交通 Though fellowship with the Lord 我们的灵会越来越敏锐地 体贴神的心意 Our spirits will more Sensitively perceive the desires of God 不是过去一次搞定的 It's not something that is accomplished once and for all 那我们的身体 And our bodies 也不是等主回来 才能得救的 It's not just saved When the Lord comes back 我们从得救开始 我们的身体 就蒙拯救 作义的起民 Our bodies from the day we're saved has been saved to be a vessel for righteousness 所以我们的灵魂体 都不是 一个特定的 是持续不断的 彼得在这里说 我们灵魂的得救 是我们救恩圆满 终极的目标 那我们都知道 We know 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讲 Romans 8 verse 23 says 不但如此 就是我们这有圣灵 出结果子的 也是自己心里叹息 等候得者儿子的名分 乃是我们身体得署 But ourselves who have the first fruits of the spirit grown inwardly as we wait eagerly for adoption as sons the redemption of our bodies 那我请问你 Let me ask you 如果你把彼得这里说的 魂的得救 就限制在魂 If you limit What Peter is speaking of The salvation of our souls to just the soul 那彼得跟保罗说的 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因为保罗说最后 我们得救最后的那个完满的结局 是身体得署 那到底是魂还是身体 So is it the body or is it the soul 其实你如果懂得 彼得这里的魂是指全人 So if you understand that Peter's soul refers to the person 保罗那里的身体也是指全人 And Paul refers to the person as the body 因为保罗很多地方都用身体 代表我们整个人 对吧 只有你这样的去读 你才会发觉圣经是不矛盾的 这也是为什么近代 许多严谨的圣经学者 都认为一章九节应该是翻译作 你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得责 你们信心圆满终极的目标 就是你们全人的救恩 我们全人的救恩 雅各一书三章二节告诉我们 约翰一书 三章二节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 将来如何还未显明 我们必要像他 因为必得见他的身体 我们感谢神 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 基督徒活在地上 一方面是已经成就 另外一方面 是还未成就 这个观念常常让我们搞不清楚 好像耶稣已经来了 他曾经两千年前造成肉身在地上 我们每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 耶稣借着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 他已经来了 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天 他还要在荣耀里面回来 这是已经 却又上位 不但如此 主在地上的时候 他说神的国已经在你们中间 但是我们今天都在等待 愿你的国降临 这是 already but yet 我们是活在这样子的一个光景里面 我们是活在这样子的一个光景里面 爱心 爱心 love 盼望 hope 喜乐 joy 这一信心 信 望 爱 喜乐 都是神已经给我们的 但是都没有完全 有一天会完全成功 那这些都是神的恩典 那我们对自己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既然是已经 又是 not yet 我们面对明天的时候 我们还怕什么呢 既然全都是神的恩典 那我们今天的祷告 是不是除了为这现实中短暂的一些事情祷告之外 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多渴望 那一些可以存到永远的恩典呢 我们祷告 天父人的话非常有限 但是你的圣灵能够做无限的工作 祝福你自己的百姓 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赞 订阅 阿们 阿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